好 再来看这起车祸意外 就在高雄大树区中正一路上 凌晨一名男子开车行进一出弯道时 疑似因为车速过快 结果失控撞断了路边一根路灯之后 车辆又打滑撞上了一旁的民宅围墙之后才停下 而一旁的住户听到撞击巨响 跑出来查看发现驾驶受困车内 也立刻报警求助 车在车上弄得急急叫 我说 嗯 这台这样 我总之说是都不在这里买 可以看到这猛烈一撞 轿车整个扭曲变形几乎撞成了废铁 而驾驶一度陷入昏迷没有意识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之后赶紧敲开车门 将驾驶给抬出 抬上单价送一急救 至于详细车祸的发生原因 警方也正进一步调查理清 要理清相关的肇事责任